小西灣大校長 大家好 我是嶺南幼稚園小西灣大校長 我今天想分享 現在充滿競爭的社會 我發現家長都比較著重小朋友的 認知學習和學術成就 但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往往會忽略小朋友的品德教育 例如要教小朋友誠實、有責任感 守舌、有禮貌、尊重別人 其實我們有一句說話 三歲定八十 我們真的要從小朋友開始培養他們 有正面的態度和良好的習慣 所以我們嶺南很希望注重品德教育 除了傳授知識之外 其實我們都要做好小朋友的品德 其實現在這個資訊科技發達的年代 很多知識上的東西要學得都不困難 我們隨用電腦上網按幾個鍵 其實很多資料、很多知識 我們都可以很快學到 但是品德教育、正面的價值觀、良好的習慣 這些就不是按一個鍵就可以學得懂的 我們真的要由小朋友小時候就開始培養 慢慢一步一步去建立 所以我們在學校這個小社會裏面 都會希望透過不同的故事、真實的場景、互動、角色扮演小劇場 或者我們會給小任務小朋友培養他們的責任感 給他們做小組長、班長等等 都希望透過不同多元化的活動去培養和建立小朋友的正向價值觀 這方面我們除了在學校會裏面 我們也希望家長和我們一樣 是抱置一個正面的教育方法去教導我們的小朋友 所以我們都會舉行不同的家長講座、家長工作方案 希望想透過家校合作 令到我們雙方一起培養我們的小朋友 希望他們除了會去學會學習、善於表達、勇於嘗試和敢於承擔 希望我們身身一代都會成為一個良好的公民 祝我 met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